那西恩与金恩,父子联手使出了灵枪 强大的威力,成功命中了四兄沃尔雅顿 普通人类被这招集中,早就化成灰烬了吧 没想到沃尔雅顿还活着,只是受了重伤 没人去不伪刀,那西恩先帮忙治疗受伤的大家 连重伤的人伤口都痊愈了,那西恩究竟用了什么特效药 原来那西恩发明了名为破西瓦尔的药,副作用只是疼痛而已 马特鲁的病也暂时控制,突然那西恩感到一阵晕眩 看来是魔力消耗过度,金恩扶住了他 金恩猜测是那西恩觉醒,操控了真灵枪的缘故 即刻有些失落,下一任妖精王还得是哥哥 此时那西恩却否定了,都到现在了,还不承认是一家人 那西恩说他的家人,只有抚养他的爷爷跟多洛雷斯 此时金恩与吉克,不经意见听到了真心话 那西恩心里早就承认,自己是金恩与戴安娜的孩子了 此时马特鲁疑惑,金恩被封印的魔力如何解除 戴安娜想说用秘药如何,金恩认为秘药应该消失了 那西恩提议去找李欧涅斯的名医,但金恩不抱持期待 那西恩正想出发时,一道光线贯穿了他 这就是布补刀的下场,人家可是四兄啊 反而四兄还知道,面对主角群需要多补几刀 那西恩就这样被贯穿了好几个洞 因为喝下了秘药,沃尔雅顿治好了伤口 随后众人的心脏瞬间都被沃尔雅顿贯穿 孩子们就算了,戴安娜你的防御力到哪里去了 沃尔雅顿表示多亏了秘药,可惜现在只剩下一口了 沃尔雅顿注意到,那西恩居然还活着 于是打算再补刀,哪怕那西恩已经没心跳了 那西恩在想,现在死了,是不是就能见到他了 但现在去见他那西恩觉得没面子,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做到 此时熟悉的声音出现,不允许那西恩现在死掉 这两年来的任性,让他知道消失是守护不了同伴们 于是他决定,回来与同伴们一起战斗 主角珀西瓦尔,睡了两年,终于回归了 下边,能够把审划休息,随时再给你 小学校的声音出现,请记住拖务 真正是再留意 ok 最后去的前面公路面团,什么事都能散开 复得更多的身份 不训蘑菇,емся态大小的海葱,海葱,海葱,海葱虻,海葱,海葱,海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